记者邱俊福台北报道 拔菜总指挥卢朝财日前到促转会陈炕时擅自穿越车道 台北市警察局大安分局 依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开单拒发 他在脸书全民拔菜总部社群贴出罚单 声明将会到警分局颁发奖状 给大安分局长周焕星打压异议人士 今天中午果然率重到警分局表达意见 对此大安分局说 依据搜证画面依法举发炉的违规行为 并无为无 警方说尊重民众表达意见的自由 执法均会公平合理考量人民表达意见 与其他法意见之均衡维护 对于卢南道政府机关表达陈情诉求 尊重并给予充分表达时间 但他却不理性擅闯车道穿越 不但危害己身安全 并且影响当时通行车辆用路人安全 据此依据搜证画面依法举发违规行为 今天上午11点20分 卢潮彩率15人到大安分局对面人行到集结 携带旗帜 不调及标语表达诉求 警方马上告知未经申请核准 述非法举行集会邮航 大安分局安和陆派出所所长林胜伟 出使陈抗彪与其 明确告知卢南等人可能违反了相关法令 随后由分局长周焕行下令指示现场指挥官 新生南陆派出所所长由禁军举牌警告 11点26分 卢南吉祥群众宣布解散后各自一去 过程平和